欢迎收看 台湾上前行 台湾上前行 我是孟琪 花莲大地震已经六天了 不过大大小小的余震 还是不间断 累积到现在已经有七百多次了 搜救团队持续的冒险 挺进太鲁阁山区 因为沙卡当步道 还有五个人失联 同一时间 大家也揪着一颗心 因为天王新大楼的拆除行动 现在难度是越来越高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正谈焦点 原本传出今天4月8号 要登场的马席二会 有可能会延到4月10号 难道是到时候 要跟美日峰会拼抢 来抢话语权吗 外界现在有各种各种的猜测 回到台湾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立法院长韩国瑜 最近的表现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越来越有这种公道博的样子了 不过现在却传出韩国瑜这样子的改变 惹得蓝营立委不开心 甚至今天周刊爆料说陈玉珍直接炮口对内 轰韩国瑜跟周万来不帮忙就算了 不要扯后退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到的是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七好 大家平安 接着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苏晓慧 孟七好 大家午安 好 左手边接着我们介绍到的是国民党前立法委员陈以信 孟七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接着欢迎到的是民进党前发言人谢佩芬 孟七好 大家午安 稍后还有立法院荣誉顾问陈博伟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刚刚在一点左右又发生了余震 这次的规模也有5.1 好 累计到现在余震已经超过700次了 这会不会耽误到花莲天王新大楼的拆除进度呢 一起来关心 大钢崖将碎石块清除 接着拆除楼地板 天王新大楼拆除作业 频频遇到余震搅局 让大楼越来越倾斜 还一度停止拆除 支撑用的H钢架 从4支加到6支后才恢复作业加紧赶工 县长徐正伟8号一早也来到天王新视察进度 左右两方的有一个经纬仪 或者是我们的左右两方还有这个倾斜仪 希望能够还是在两个星期 预计两个星期内能够把它这个拆除 天王新力拼照原定进度 两周内拆完24小时赶工 8号的拆除作业 要先拆8 9楼的建筑环梁 再把顶楼基地台给拆掉 一台42公尺大钢牙先减轻顶楼重量 另一台500型也同步开拆 过程中民众加重物品不断掉落 建设处也安排工作人员减食分类 我们会把一些拆下来的这个民众的物品 先拨到旁边 那我会请这个工程人员去检食 看有没有办法检食到一些有价值的这个物品 来放到这个保管处 像昨天大概就有捡到一个相簿 天王新的住户们看着家园请协拆除 心里白感焦急 9楼住户林先生还曝光家中第一时间惨况 只见所有家具都往一边倒凌乱不堪 橱柜也因为大楼倾斜 柜门自动打开 本来是住一楼 那就是上次还从921地震 我去看 哇 第23楼全部停 最快登到9楼 一定有存我的空间 我是第一个救出来的 一直叫救命救命 回去上班了吗 谢谢 现在没有 这个家都没有了 怎么上班 我康复的东西 皮箱都没有了 衣服都没有了 你说怎么上班 住户想到未来 满满无助 接下来的安置 重建 县府得加紧脚步 天王兴大楼这个拆除行动 目前这个花莲县长徐贞卫是说 还是希望在两周内 通通把它给产平 不过我要先来请教一下 玉惠姐的时候 因为真的余震不断 刚才一点钟 一点钟左右来一个规模 5.1的余震 那么拆除行动 真的有办法接下来 这么样的顺利吗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其实这个相关的团队已经以6根的H型钢架 要来固定这个天王兴大楼 因为很怕从上面开始拆 怕拆到一半 它就整个帮了来 因为旁边也都还有这个房子 虽然里面的人都已经撤出来了 可是不管它倒向哪一边 这个造成的影响 还是很难去估计 那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昨天晚上王毅川也非常低调的到花莲去 看了这个天王兴的这个现场 他说他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忧心 土木济师工会压力应该很大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调来6支的行钢 这是临时调来的 那现场腹地根本不够大 没有这个够大的腹地可以好好的来插住地面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都相当的担心 因为很多人说王毅川 那平常是工会都撤盖撤盖 可是玉慧姐 他其实有相关的这方面专业 交通 土木等等的专业 所以他早去看 他是很欢乐的 的确他的专业是在土木 那当然最近因为地震受到影响的一些 这个捷运高架的部分 当然也是他的这个专业的部分 因此昨天我是在串串上面看到他 他非常低调 他觉得心里面还是挂碍着这个花莲 所以因此他很低调的 去花莲看看花莲的情形 一如他所讲的 他说这六支的H型的钢梁 插住这整栋的天王星 因为腹地不是很大 那你插住这钢梁 每一次的这大钢崖 去把这个天王星的这大楼 进行拆除的时候 这栋大楼每一次 它的重心就会转换一次 所以对于整个在附近的 施工的人员来讲 或者是对于附近的这些房子来讲 其实都是一次一次的挑战 那另外也说到说 是不是再从后面 再另外再架设另外一支的钢梁 来稳固它 方便这个来拆除 这些都是在现场 现在非常难下抉择的一个判断 这是他提出来的第一点 他另外他还有提出第二点是 他照了一张照片 让我们看到了因为现在玻璃帷幕的部分 大概都已经拆除了 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通透的照片当中 你可以看到每一层楼 因为在做室内装潢的时候 它的隔间墙或多或少的 都有一些被打掉 这些是不是影响到 这整个的大楼的一个结构 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有待于未来的这些图木技师 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些答案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些都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警讯 就是不管说是我们现在在拆除的时候 那应该要注意什么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些住宅 这些拆除的经验 另外就是这一栋大楼 它现在你看到里面 因为它过去室内装潢的关系 是不是有拆除一些的隔间墙 而导致这整栋大楼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知道花莲 应该是总共开出了红黄丹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总共红丹的部分 好像有200多栋 那黄丹的部分 这个数字可能我还必须要再去查证一下 那但是这么多的红黄丹 他们要如何来进行补强 补强之后是不是能够适合居住 那是不是符合安全 我觉得这些都是花莲县政府 以及土木技术工会 恐怕要给这些当地的居民 还有所有的花莲民众 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我不清楚昨天 其实有人到现场去打卡 那这个行径老实讲 我觉得台湾在过去 从921一直到现在 台湾的进步是局势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在今年的这个地震 一旦这0403地震发生之后 包括我自己本人 我自己也听到很多的公众人物 利用各种的机会都呼吁大家 你如果没有必要 你不必要跑到花莲去 不要凑热闹 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经过921 经过了很多次的这种天灾人祸 我们在不成熟 在国家还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人 会踩着别人的苦痛 好像去留下一些纪念 我不晓得你留下这些纪念 对你来讲有什么好处 那有什么乐趣 那我也不确定说 这两位到底是不是我们台湾的人 我希望他们不是 还是从国外来的 我也不确定 但是如果到现场去 来去拍照 来去打卡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行为 也希望说 我们刚刚讲到都是硬体的 这个设备的部分 在遭遇到天灾 其实我们在人心的部分 我这次看到了非常非常多 来自于全国各地 能够尽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捐钱的 然后捐物资的 甚至于自己到前线去 提供他们所能够提供的服务 这些真的很令人感动 但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就现场有发生这种打卡的这个部分 这个真的是人心 我觉得还有待进步 玉慧姐所讲的状况 就是我们找出来的这一张图 这个脸书社团上面 有人PO出这一张 有两个民众 这不知道哪有的人 我请教一下博伟 这真的不知道呢 到这边说什么 还用开玩笑的方式 说什么比萨鞋塔等等的 还摆姿势这样子 这真的是让住户看到会觉得很刺心 很心寒 因为一度还有消息传出说 他们本来是天王心里面大楼的这个人 那后来呢 管委会主委赶紧出来澄清 说没有 这些拍照的民众绝对绝对不是住户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那也希望这两个人 如果我看到主委的呼吁 主委说叫他们出来 跟大楼所有人道歉 因为你这样摆一张图 你让整栋大楼的人 都遭受到批评 来博伟 事情发生当天应该是凌晨 早上的7点58分 那有些人还在睡觉 在地震中惊醒 我自己的观察 高雄跟台中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高雄人不怕下雨 不怕水灾 因为他常遇到台风 但是他怕地震 台中很不怕地震 也不是不怕啦 就比较习惯 但是很怕大雨 大风大雨 所以我是高雄人去台中 每次遇到地震 我都非常不习惯 因为很晃 很紧张 那你可以想象 在台湾生活的民众 上一次这么大的地震 应该是99年的 9月1大地震 当时我在台中雾峰那边 我们听他们的乡亲在讲 房价掉到山东100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在震 所以说是台湾人天灾人祸的一个 内心的一个基因 就是你必须要习惯这些事情 那既然我们要习惯这件事情 怎么可以用这些事情来做取笑呢 它是为了要称流量吗 你这么期待迫切的希望 透过这样的灾难博取同情 来换得眼球吗 当然我们要谴责这样子的行为 那另一个问题是说 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子做 能够增进自己的社群热度 我是不能理解 你这心态真的是很难理解 这心态当然是不对的 不要永远 永远都不要利用人家的悲剧 来换取自己的眼球的注目 或者是流量 或者是甚至是发灾难财 这当然不对 那我昨天有看 这一个他们住户们 他们住户自救会 当然一方面呼吁大家捐款之外 他们特别在 你要知道第一个 这些人家都没了 家都没了 很多人东西都还放在里面 对有些人敢进去拿 现在也不能进去拿 有些人是根本就不敢进去拿 他在解释他们家遇到这么悲惨的状况 然后他要跟大家呼吁说 我也知道这个就是意外 这个也没办法 当然有些人会说住户的这个结构 现在我们也先在这个阶段还不去 还不去研究到底哪一个细节发生问题 可是他们还花了一段时间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财务就已经走了 财已经不见了 然后心灵还要受到这样子的打击 这二次伤害 你看那个住户记者会的整个发言时间里面 前面八成在讲自己的家发什么事情 当然还有媒体访问的问题等等 然后呼吁大家捐款 然后他们要团结干嘛 他们最后花了两成的时间来讲这件事 为什么还要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机点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们 那只能说一方面也呼吁大家冷静 不要再去助长这样的风波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呼吁家属 这个应该说住户们 不要太在意这些事情 因为这种人社会上 这个就酸民嘛 到处都会有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在灾后重建 以及团结社会 这两件事情 然后更加的着力 那这样子才能够让他们早日的 有地方可以安生立命 是因为住户当然心中 实际是很中心的 一直想要进去拿 可是桥会委员 这真的承讨到这种安全的问题 所以要进去拿 那是真的没法 那我看好像工程人员 他们也有说 就是因为现在接下来 就是这样子从上往下敲 那很多东西会掉下来 工程人员也会协助这个分类 那确定没有问题 也会请住户就是来认领 那当然这是在花莲 天王星大楼的部分 不过另外一方面 让大家其实现在 悬着一颗星的 在太鲁阁方面 包括在沙卡当步道 还有五个人 目前是失联 那搜救团队是持续的 在进驻 持续的在搜救 不过大家会蛮好奇的是 其实当然我们地震一发生 好多国家都表示 想对我们伸出援手 可是其实我们台湾自己技术 我们自己技术 其实已经还不错了 所以包括日本也要帮忙 我们也说我们就还撑得住 但是蛮特别的是 土耳其的无人机团队 进到我们台湾来帮忙 为什么特别接受 土耳其这边的无人机的帮忙呢 请赵委员 我想整个土耳其 其实应该是说 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人都是抱持着 抢救 抢救生命 抢救性命 是第一药物 所以救灾的部分 当然我们立刻执行 但是救责的部分 就会放在第二阶段 那救灾的部分 当然是能够有多少力 我们就赶快 赶快越多越好 那所以在其实像日本刚刚 我们也有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觉得说不用 因为我必须说 我们足够的部分的时候 如果救灾队来 其实我们也是要照护救灾队 所以如果技术是完全相等等量的时候 当然这部分可以先暂缓 但如果它确实有我们做不到的 或者是比我们再好一些的部分的话 当然这种善意是越多越好 那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这一次的地震当中 外国的国外的救援救难的 这些物资也好 人力也好 其实是源源不绝 我相信这也是因为这几年 在蔡英文政府的领导之下 我们跟国际社会的友邦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交易 从口罩那个时候开始 善的循环就启动了 一直到后来疫苗 一直到在国际上面的场合 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 包括土耳其 就是我们当时启动善的循环 的发起国之一 第一个国家就是他们 在这样的状况 所以现在这个土耳其的救难队 其实他们也非常的强 技术很好 所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 土耳其的救难队 其实在世界各国的这种 灾难的救助当中 其实有很多合作的经验 所以今天他来到台湾这部分 我们当然是非常感谢高兴 然后看到他们提供的技术 确实也发挥了作用 这都是我们所乐见的 不过我也必须在这里 要跟大家再说明感叹一下 这算是我们的想法 就是当我们看到花莲 这样子的天王星倒塌的时候 其实这个灾情 真的是非常的惨重 影响了无数的居民 不管是生命或者是财产的部分 而且还有后续 因为整个拆除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灾害的发生 可能还不止当下 未来这几天 这么困难的工作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发生二次伤害 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担心 如果要预防 避免这样的灾难发生 其实反而是要前期 要能够做得更好 也就是我们的震灾的防灾 防灾的部分 像这次我们必须说 其实有两个部分 是很好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自己本身 就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在上一次 9月1大地震之后 就把地震列为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项目 所以它的防震标准 是比台湾各地的标准 比政府规定的 还要加强了好几倍 所以果然这一次 它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恢复了产能的70% 甚至很快就达到了 后续完全如常的运作 这是台积电 对 这是台积电的部分 它的个人的企业 因为它够大 也够有自觉 但如果以政府整体来讲的话 我想这一次 最被大家能够感受到的 就是其实我们的电力 没有中断 电力没有中断的这件事情 大家想以为很简单吗 并不是 因为地震发生之后 其实我们的发电系统 确实还是受到了影响 但是为什么 我们能够这次 度过这个难关呢 我们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了绿能绿电 所以当时的这个太阳能 等等 让我们可以补足了这个空缺 另外的一个就是除能的部分 所以电网强固 除能系统加强 两者相当之后 整个的电路就没有 电力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只要事前的准备 做得够好 我们还是可以尽量的减低灾害发生 所带来的困扰 是 那当然灾难发生之后 很多人会觉得 有钱出钱啊 有力出力 可是问题是 现在捐钱 更会去用险耶 我们看到的是 民进党的议员啊 大修就是说 每个人出两千 然后捐到这个花莲去 就没想到民众党这边 民众党说 一个人才关两千 这个没比较 没胜害啦 就是列出 韩国瑜捐了多少 县市首长捐多少 批评说 哇 新北市议会 民进党的人 哇 怎么捐这么少 太离谱了 248个人加一加 才捐5.6万 哇 这样子的道德绑架 这样真的可以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讨论